世界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其實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在談論這個律空解道 它其實有一個不同層次的轉化 其實如果說一開始我在關注 台中文集附近主文 或者是甚至這個粉絲頁的前身 叫做櫻挺四頂母的話 會發現原本一開始是從一個 比較是在地的觀察 或是一個消極的紀錄這個地方開始 是談論這個情感層面 講自私一點的話是說 我自己希望這個東西被留下 這樣的論述開始 但後來慢慢已變為是一個 城市起模 台中城市重要的東西 就我們如何從這個生活觀察 變成一個城市的東西 但現在我們要變成它是一個台灣人 而且是要連結世界的 而且是文明性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現在先開始做這件事情的話 就可以搶下這個世界的發育圈 或是這個在台灣的這個發育圈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也是未來之後 希望所有能夠更多人來參與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 就是請大家寫一下 所以如果說 例如說你可能有 對於這個域風格 到底有怎樣的想像 那或者是說你覺得 你可以在這個裡面參與什麼 然後請大家寫在這個電腦上 那或是等一下會後 可以跟我們稍微聊聊一下 那最後的部分的話 希望說 可以大家做我們一個合照這樣子 對對對 不好意思 那等一下我們Q&A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合照 喂 就是現在大家可以先看到三個問題 然後我們來就是 來 為大家回答這樣子 就是關於Q&A或Q&A什麼 對 那我問一下 所以你們現在一個 政策關心事實上 還有彈槍 我想問一下你說 我們這個域風鐵道 我們文史福音組 我們是在論述那個保存 可是你們也在講在地用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在地用可能不是你們是可以處理的 在地用是政府方面在處理的 所以當我們在處理在地用的時候 會落入政府精心設計的陷阱 沒有 其實這個是我要提醒你們的 因為我們在嘉義參與過很多的 你們這個叫公民參與 那我們都是叫抗爭行動 那我們有參與過軍藝所 稅務處長所 嘉義救援 那我們現在在搶救 嘉義的那個救市政府 那我們 我們幾乎所有搶救的 都已經公布了 所以我們得到非常豐富的經驗 所以我們可以這個配給你們做今天的參與 對 假如說你們要抗爭又抗議的話 宅了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在提出這樣的構想前後 有沒有跟當地的居民有一些接觸 或者是瞭解他們的一些想法 所以你們剛剛也提到說 後見的居民可能會改對的 謝謝 那我就先回答一輪的問題 就是 我先回答這個大個問題 其實就是 運用鐵道這個構想其實就是 我們不想要再只是做搶救這件事情 不是說搶救下來的話 那就是那一棟可能留在那邊 如果真的運氣好 所以運用鐵道構想其實是說 我們換一個方式去談保留這件事情 我們用一個都市的設計 都市的規劃的角度去談 保留這件事情 它要讓保留這件事情 變得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非黑即白或衝突這件事情 或者說它就變成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是說 你去談運用鐵道的時候 假如你不再去談文化資產 反而變得很奇怪 因為你如果去談運用鐵道 從 在目前為止的話去談它 其實主要是談文化歷史價值這件事情 反而那些東西會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些比較自然而然被保留下來 當然說能夠被保留下來也是因為 目前市政府的態度是比較偏向這一邊的 或許有多少有那麼一點 所以那樣子的運用鐵道計畫 才會被市政府所接受 所以當然我也很同意說就是 就是有一些時候是很衝撞或怎麼樣 但我們這些去參加文化資產會議的時候 其實也是 對 我遇到很多這樣的狀況 對所以 不過我們台中文化資產審議 目前這個區域也是有到告一段落的狀況 雖然說目前狀況都還沒有公布 對 然後跟政府的關係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邊的話是 跟政府沒有什麼直接的一個聯繫 就是說都是 我們跟認識一些就是 一些政府單位的一些同仁 然後 但是能夠實際你想要政策的部分並不多 我們還是像一般公民團體一樣 能夠去倡議 只是說現在有政策是跟他們想法是接近的 所以或許我們提出一些新的東西 他們會採用的可能性會高一點 但是還是會 還是必須透過一般公民倡議的方式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是那個 當地居民 對當地居民的問題 其實我們提出這個構想的時候 然後其實還是從一個保留運動者的一個角度 去談這件事情 怎麼說 是說我們在談的是文化資產想要保留下來 所以其實 通常這個狀況是想要盡快的去提出一個新的構想 然後去 因為是想要藉由陸中鐵到這個計畫 然後 讓文化資產的價值能夠被看見這樣子 所以 倒沒有花那麼多時間跟在那邊居民做購物 但是其實這個是 假如說它變成一個整個城市 在那邊居民可以去享用的一個溝通空間的時候 我覺得 下一步就要做的事情 就是跟居民來建立關係 或者說來溝通他們的想法 我覺得這就是接下來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剛剛講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包括這個部分 那還有其他的人 那還有其他的人 請教的 請教的 讓你們打算花多久時間 因為時間很重要 這是大零一年 那是五年十年 是二十年 然後 另外我的問題是 那需要人需要多少人 需要什麼樣子 那現在你們有多少人 那你們有去完成這羅大的城市嗎 還有還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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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話我就請問 就是 好就是 對方鐵道 據我所知就是 臺灣市政府 當然會盡量想要把這些小東西 做規劃設計等等的部分 其實 其實 剛請 這次請家娃來分享 許多工程參與的案例 倒並不一定是說 就是 應該說我們不那麼確定 我們自己有多少時間和機會 能夠去參與在裡面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的確是不確定的 由於在 因為市政府目前還是把它當作一般的公主項目來進行 我們會盡快在這段時間裡面去 去 鄰居說 就是一個團隊可以來做這件事 讓市民可以看到說 欸這邊 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 能夠看到 而且有很多人開始參與說夠了 然後 我們最大的目標還是說 就是這個東西可以融入 許多人的想法 然後來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需要 我們現在有多少人 其實 我們有十幾人 幾十人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都累見很多 很多熱心幫忙的一些人 然後 我們可以在 在一個 一個 對外的場合 一個工作方裡面 其實有不少人可以來幫忙做這些事情 但是 真正能夠掌握進度 一般烏丘也大概都是這樣子 就是 可以有 一個核心的團隊 人數不多 那這樣子 差不多 這樣子 那要持續走下去 其實是 倒不是一定要把大家都綁在同一個組織裡面 綁在同一個組織裡面說 好像每一次開會 都要十幾 二十人 或者分很多小組 我覺得倒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 我們知道 近來的人 大家對這個有興趣 然後 有關心 然後可以 大家討論之後 去想想說 自己可以為綠封鐵道來做什麼事情 或換一個角度來說 不一定是為綠封鐵道做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一起跑去綠封鐵道 可是 我覺得重點是 大家是不是可以從歷史文化出發 然後來想像說 大家在舊成區可以做什麼事情 當然還是很鼓勵大家可以來 一起來參與我們的行動 所以才會過這樣的招生 這樣子 謝謝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剛剛講到說 就是大家可以做些什麼 的這個想像 例如說 是我們全部所組織裡面的 都不是文史相關 或是說 這些相關的 專業所出身的人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說 為什麼剛剛會講到這個 通用設計 因為我是醫療背景 那我希望說 平常遇到這些 身心障礙者 或是高齡者 這個問題 或許在舊市區 這個最大的 這個限性最長的公共空間 它可以獲得改善這個問題 或者是說 這裡有移工的問題 移工的問題 是不是透過這個公共空間 它可以獲得改善 它可以讓它有個自給自足的功能 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上面發生 獲得改善 或是獲得解決 因為它剛好是位於這個 舊市區的核心的部分 而且是一個 沒有更新的地方 包含說很多 沒有友善 沒有友善這些 不變者的部分 那我們最後就大合照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有嗎 沒有 好 那等一下大合照之前 然後因為 依照哲武的慣例 我會先預告一下 我們下禮拜 哲武要堂的主題 跟議題是什麼 那下禮拜呢 晚上七點半 這邊有人唸台中女中 或以前唸台中女中的 沒有 有 這邊有人 好 大家知道台中女中 最近有一個脫庫的事件 那 就是這個 這個事件其實也有引起一些媒體的報導 那 在 媒體上有些曝光 可是我想說 我們回到一個 議題討論的一個 一個概念來講 就是說 我們下禮拜要來討論 有關於 中學生的權利 跟校園民主的關係 那 也就是我們會邀請 這個 台中女中的同學 來到 八起的同學 來到 哲武的現場 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 同時我們也邀請到這個 台少盟 的執行長 那個 葉大華 那他也會來 現場跟我們做 有關於校園民主 跟這個 中學生權利的討論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討論說 那 因為大家都念過高中 高職 所以你知道說 念中學的時候 我們都有校規 那校規是誰來定的 那校規是由誰 是誰來定出來 那校規定定的程序是什麼 學生有沒有辦法參與到校規的制定 那 包含說 校規到底是 所謂的校規 是要來 保障學生的 學習權利 或者是說 是要來剝奪學生的權利 校規到底是從哪個角度 那我們可以從 更深的討論 來去理解不同的 就是說 在目前來講 台灣的整個校園民主 我們到底 我們解嚴多久了 1987年解嚴 到現在解嚴這麼久了 那學校的這個民主 因為我們校語如何夠民主 基層能夠民主 夠好 我們就不用擔心 長大以後 會變得奇奇怪怪的 那所以說 我們下禮拜會來討論這個議題 那歡迎大家下禮拜七點半 同一個時間在這 我們會好伴來討論 這個校語民主的議題 那接下來就交給他們那個 魂石復興 來 要拍照